4月11日下午,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、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香港新增11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,累计确诊个案增至1000宗 新增的确诊个案患者涉及五男六女,年龄介乎19至59岁 其中10人有外游记录,包括2名留学生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香港特区政府在防止输入 以及防止本地传播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疫情在3月末达到高峰,单日确诊个案数量最高达到65宗 近日确诊数字有回落趋势,但卫生署指出市民污调已清新 不是没有抗体,只要放松光幺诊时便会吸引人ệt 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是整个案。